但是人家不肯 你们懂我的意思不 哦 他现在发过来诬赖我了 发过来送我了 原意哦 原意就是 你们让我说原意 对不对 他人家一个男孩子 专门开车 过来接他走 你们说 这个说不出原因 那天真的下着雨呢 我 拉他都拉不住 真的 我现在很杀心 你们不明白我现在 此时此刻的稀奇 真的 那天我真的跪着 跪着求他了 我跪着说 你不要走 行不行 我们要跟父母说 行不行 跟人家男孩子差不多一年多了 快两年了 快两年了 现在这个男孩子不要他了 现在发过来说那个孩子是我的 你们说 你们说 真的 你们一直在陪我 一直在说我 那天 那天这段我 像这种跪着呢 我一个他他了 一个男孩子 跪着他 求求他 但是人家你都不理我 他都不看我一眼 他跟着别人 跟着人家走了 都 都快两年了 一年多了 我现在发过来说 那个男孩子不要他了 现在发过来说 那个孩子是我的 你们说 我能怎么办 我根本就不想做 不想任他 都不 你说这个能不能要吗 我又不是傻子 我又不是傻逼 作为男人 虽然我人家的不帅 我不像其他人那么有钱 但是我有我的争议 我有我的自尊 你们赌包 你们只会陪我 他为什么现在带着一个孩子 过来找我呢 因为那个男孩子 不要他了 他家里面也 家里面也带着一个孩子 到他家里面来 他父母不愿意了 他也受不了那个男的 然后就过来 纠缠我 过来说我 你们读这个意思吗 你们一直在这里陪我 真的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杀发五次的 拒绝他 杀发五次的 拿回他 为拿他 有原因的 说实话 你们懂我吗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我虽然 我虽然 没有什么实力 但是我有我的尊业 做人 不管怎么样 有个底线 你没赌包 你没赌包 差不多 真的那时候 真的那天下着雨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那天我跪着 我跪着跟他说 不要走 咱们不要这样子 不要闹了 行不行 我那天是这样子 跟他说的 哦 我们那时候打关 一起住在一起 真的住在一起呢 但是 我还是不回来 你们说 哦 他就搞 KT5里面布丁了 唱歌了 让我一个男孩子 留在那里 后来我跟他说 咱们要不要 抬一下这个回事 怎么怎么样 差不多我们两个 五个 我真的 我是好好跟他说 咱们两个 接触了差不多 一年多了 要不要告诉父母 怎么怎么样 他说不要告诉他们 他说不要告诉他们 你们说 能用吗 这个人洗不洗 你们只会陪我 真的只会说我 我安逼 虽然没有什么实力 也没有什么米 没有什么前世令的 但是我有我的真远 我有我的 咒热的这个资本 哦 你们说 三番五次的 为了人家 我有我的原因 因为我 我被他杀害的 共产的了 我现在才这样子的 我孩子的 必须抚养 那那个孩子是我的吗 你确定 那个孩子是我的吗 如果那个孩子是我的 哪怕是跟我 百万千万 一个亿 我都不要 我要我的孩子 但是问题 我百分之百 肯定 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跟人家差不多 快两年了 但是我跪着求他 我百分之百 向你们保证 他是个无赖 对吧 其实我 你知道 你们只看到 那个表面 那个我一记动 我都说不清楚了 你们要相信我 我也不知道 这直播剧里面 有多少个男的 都是个女的 但是作为男孩子 最起码 把自己的尊业 把自己的自身 吸 都没有的话 这个根本就不是人 对吧 有个原则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拿你来的问题了吗 哦 我大叔求他 大叔让他留下来 跟父母商量 他跟着别人的 别人 别人 坐着别人的车 跟着别人的 别人走了 哦 你现在反过来说 哦 都快 真的 什么都没有联系 前面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还没有老婆 我是不是说过这么一话 我提过他了吗 我说过他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他的钱 我没要他的钱 那是做亲子监听的 前面那个 确实我的朋友 那个很多 后面的两千 是他自己给的 不是我给的 我干嘛要他的钱 他是我什么人吗 对不对 哦 他说 扭下来 哦 他可以扭下来 那给他 买的 吃的怎么了 喝的怎么了 前面的五千 前面的五千 是我妈妈给我的吗 对不对 又不是他套的 你们不懂的 你是个男人吗 对 我是男人 所以我有这个自熟悉 对吧 如果我不是男人的话 我 我也不可能 在这里说 你们是不是 我批什么年龄 你鬼鬼你再去 那个黑门说 你卖你卖 我干嘛给他 你卖对不对 我干嘛给他 你卖啊 撒起 我拿他撒起了吗 真的一点 一点地位都不给我 拉撒起 我什么时候 拉他撒起了 啊